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非法移民的课题持续争执 共和党执政的南部边境州属不断把拉丁裔移民 送到民主党执政的地区 导致纽约市爆发移民危机 纽约市这个月初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最近市政府还设立了紧急中心 宣布收留独自进入美国的移民男子 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今 有超过17000名移民抵达纽约 已经超出市政府的负荷能力 路透社指出向纽约移送非法移民 是美国南部边境州属几位州长的中期选举策略 目的是要让各界关注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美国共和党议员的主流观点是 非法移民加剧了美国犯罪问题 强调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民主党则主张采取人道政策对待移民 自产类达的主流的主流 第4位 电视剧 第4位 电视剧 第4位 电视剧